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鼎呢 她回来没有 海上风浪大 赵大人还没来呀 回来 赶紧叫她回来 是 皇上 喝点水吧 来人 有命人 可以让这条船不要再摇了 快 来人 快 啊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烧汉勿躁 你们这帮人都是搞不出的 秦桧呢 朕派秦桧去议和 怎么还不回来 秦大人 一去了北京 就没有了消息 臣几次派人前去打听 都没有回音 这怕是凶多吉少啊 这儿 凶多吉少 朕 靠你们这帮奴才去做事 才真是凶多吉少啊 皇上 来人 在 把昭廷 拉去海上卫鱼 皇上 慢着 皇上三思啊 如果连赵丞相都杀了 皇上身边就真的没有别人了 你这是干什么 皇上 起来起来 把他发了 是 是 皇上 臣半事不利 罪该万死 给朕滚 谢皇上不杀之恩 为臣告退 是 皇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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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orney 是 是 INGS 是 b 管孩儿无能 没能把你解回来 孩儿不孝 孩儿不孝 兄弟 岳家军在新城 一旗兵三百步兵两千 大破金乌珠 大快人心 吴汉某从心里佩服 那金乌珠的搜山捡海计划 就会收兵了 还不带他的人回老家去 韩将军过奖 金人践踏我们的家园 杀害我们的亲人 最终他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有什么计划 如今咱们的皇上被困海上 我们应该联络各方力量 尽快将金人赶出我们大宋疆土 岳家军由陆上攻击金军 金军若是北返 必然会横渡长江 我希望韩将军能率水师镇守 以一代劳 让他们有来无回 计划不错啊 我韩军只是大小战舰 总共加起来一百七十五艘 可是有一半下不了水 而金乌珠呢 有大小战舰五百艘 是我水军的三倍 而且船坚泡力 即便是如此 兄弟啊 哥哥在这儿答应你 只要我韩世忠汉 你还活着 就算是拼到最后的一船一族 我也不能让金乌珠过去 好 水陆何为并肩兼敌 就算他有一千艘船 一万艘船 咱们也要让他们有去无回 有去无回 让我们并肩作战 粮草运输全力以赴 有了 你怎么回事 有了 你怎么回事 别忘了 什么 是不是 把那我用 驾 驾 好 好 凤凰 坐吧 留下 走 杀 杀 对不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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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 韩长 你现在成了我们岳家军的阶下囚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要杀妖怪随便你 还啰嗦什么 好 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 那我让你尝尝 王贵 来 这是干什么 放你回去 大哥 不能放他回去 我们兄弟们拼死拼活地把他给抓了 你怎么说放就放了 大哥 大哥你不能放他 你给我带一句话回去 请讲 告诉你们金人皇帝 让他们送还二圣 早日休战 否则早晚有一天 我会率兵指导黄龙 让你们也尝一尝 何谓兵险之灾 何谓民生之苦 你觉得我带这句话回去还能活吗 不如就在这儿 你把我杀了 至少我死在这儿 还算是大金勇士 我不杀你 那我就自裁 你不想死 你不想死 若是在金军那里没了前程 岳家军的大门随时为你打开 王贵 你今天怎么了 父亲的活都归你了 你说大哥什么意思 我们好不容易把韩长给抓回来 他倒了 一句话把他给放了 大哥这么做是有他的用意的 什么用意 我王贵为了他 为了保护他的家人 差点丢了性命 大哥是如何对我的军令处置 这些不提也罢 可是那韩长 杀了我们多少兄弟 我们兄弟几个可是拼了性命 把他给抓回来的 可他却一句话 放人 王贵 你可知道 作为一个将领 没有战死在沙场上 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情 即便他今天还活着 金武朱从此以后也不会再重用了 反而会猜忌他 将领杀了他更高免 你明白吗 你怎么知道大哥的想法 你就编吧 你爱信不信 王贵 我告诉你 即便他今天活着回去 他也不会再被重用 你也会再终成沙场 你怎么办 你会这样废话 你思考的 尊重 看见不见 那么宝贵 宝贵 他们的人 正是 你心中是 你们快点快点 风一来就要出港了 爸 韩将军回来了 太子殿下 启禀太子殿下 韩长向四太子请罪 你怎么回来的 是岳飞把我放回来的 岳飞千辛万苦把你抓了去 现在要放回来 你们交情不错 四太子 岳飞放我 是想让我给皇上带一句话 岳飞好大的气势 让你韩长大将军做信差 还有什么屁话 说 这 他说 放皇二圣 还我河山 不然 不然什么 说 不然他知道黄龙 我把他们的皇上赶到海上去了 现在得胜而归 他小小的岳飞凭什么口出狂言 不自量力 四太子 岳飞不容小觑啊 他已经收复剑坑了 什么 好 恭喜恭喜啊 皇上的教师们来我家吃酒啊 记住了 好 记住了 都来都来啊 一定去 别忘了 别忘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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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고�mut 行 vor 你 快走 快走 记住门 姐姐 每日清晨 中军船内吹打 通举炮三声 雷骨铭鸡 升太平旗 各营司一序列于睡眠 各雷骨铭鸡 一升太平旗 两朝两短是什么 向前行 向前行 退后方 三朝两短是什么 退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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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朝两短是什么 炮管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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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财将军 月妃已经升福建康了 好啊 月妃真是好样子 下去休息吧 谢将军 兄弟们 岳飞岳家军 又打了大胜仗 我们韩家军也不能落后 他收复了剑坑 我们就一定要抓住金吾忠 抓住金吾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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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路上日行千里 乘风破浪 却连韩世忠一个影子都没有看到 他知道咱们船上装了连环炮 他的媳妇梁洪玉年轻貌美 岂能以身试碰 吩咐下去 由我率领旗舰水师引导方向为大军 而你在舰队尾部紧随远方突袭 遵命我这就去安排 这个颜色不错 我觉得还是这块好看 娘娘您看这个 这个颜色太红了些 男孩又少了一些英武之气 娘娘您还没有生呢 怎么知道一定是男子呢 说不定是个漂亮的女娃娃呢 不 她一定是个男孩 我都已经看到她了 就像她父亲一样 在草原上骑马 在草原上射箭 她一定会成为一个英雄的 太子殿下 这船还没开 你倒先晕起来 太子 您错了 错了 人家不是晕船了 那 那 那是 恭喜四太子 娘娘有喜了 铃儿 好铃儿 我就要做父亲了 我就要做父亲了 帮我下来 快帮我放下来 铃儿 这是多久的事啊 已经三个多月了 那你怎么不早些告诉人呢 我好让人准备一些 你爱吃的食物和补品 现在告诉你也不迟啊 我就是不想让你担心我 你说你在外面 刚打了一场大仗回来 带了那么多战利品给家乡 现在家乡的父老还有孩子 一定会唱着赞歌 来迎接我孩子的父亲的 我的儿子一定会像他父亲一样勇敢 他用他自己的血和汗 为全族争取幸福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个儿子 因为他要和他父亲一样 上阵杀敌 我一定会让你和我们的儿子 过上丰衣族时安稳的生活 不再像现在那样 担心手怕 来 坐 难道这岳飞汇了妖术 酱子 谎戏中也惠了妖术 在隐隐约约之中 还有很多的楼船 这些楼船是跑海路的 我在长江之中 从来没有见过楼船 他们的火力不比咱们的小啊 不过看到前面有船 就慌成这个样子 要是看到后面也有船 胆子都要吓破了是吧 报 太子 船后室里有敌情 太子 你快看啊 完了 我们被包围了 这是什么地方 黄天大的 好 是 这也有 有一些阿弥陀佛 但是这些小军 是不宜 在一个很下山 但是 啥 一个小军 所以身边因此 不良傷害了 如果你们表示 那些是我的 有信心 不信心 我们不信心 你不信心 这个韩世忠跟咱们耍了个西洋 来的时候毫无动静 现在回去你就来赌我 今天跟你拼了 你们看 千帆其发四面埋伏 看来这回南宋把所有船都派来了 我们要稍微有不留意 也许这回就会栽在韩世忠 班上必有岳家军的炮队在等着我们 水路交空那就麻烦了 你该庆幸这一趟没有白来 我们在马上打仗得多了 在水上这还是头一次 让我们大家拿出马上的劲来 这回杀他们个片家不留 杨范 继续 五十年 九十年 九十年 六十年 一百年 四十年 十年 一百年 开门 全城戒备 全城戒备 快快快 快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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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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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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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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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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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